今天,第二区原住物资顺利到达 它包括了棉帐篷,保暖春风衣,家庭证据包等生活物资 及灾区最急需的药品等医疗物资 接下来,我们将协助叙利亚红湿约会把这批物资进行进入的整理和细分 读解堆,让我们的搭建等进行培训 争取这批物资能够在两分之内到达灾区,使一万余灾民受益